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位选手呢 她是一位全职妈妈 同时呢 她也是一位即兴的喜剧演员 她叫张娜娜 我们上次有请 我是一个萨女孩 欢迎娜娜 我是一个即兴喜剧演员 当然了 可能很多人会非常好奇 到底什么是即兴喜剧 最尊专友 开宗名义定义先行 你发为我发什么是喜剧 那么你先给我喜剧一个标准 到底是你笑了算喜剧 还是我笑了算喜剧 如果今天观众觉得 我不是好笑而是可笑 给我一个冷笑 那请问我做的是喜剧吗 我是 这姑娘有病 拖走她 告死了 各位 急性很难啊 在我看来 没错 就像即兴主持 即兴演讲是一样的 对 即兴你还得让人乐 让人乐是最难的事 是的 你看我们俩表演夫妻幸活这件事 表演得特别好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觉得是真的 热搜锁定 听说你自己的生活 也特别像即兴喜剧 我在接触即兴表演之后 我才发现 在我没有了解这个东西之前 我的人生也一直都是在做即兴表演 就好像我在街上 就很即兴地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然后在我读书的期间呢 我又很即兴地就跑去生了个孩子 然后现在呢 孩子慢慢长大了 我又想要跟他说 妈妈要去读一个博士了 就非常即兴 所以我觉得人生呢 我就没有给自己有太多设限 总是抱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去迎接每一个新的角色 但是娜娜 你要去读博了你的孩子怎么办 我孩子啊 老师同意的话带到教室去 不用 我们上原辅导在线教育就可以了 现在呢 就拿出手机 立刻下载原辅导APP 好 现在由张娜娜来做出选择了 请考虑究竟选择谁 过过手 我再来之前呢 是有私心的 大家都说做喜剧演员 尤其是女演员不能太漂亮 那我就想在这个舞台上 想跟最漂亮 然后又智慧与美貌并存的那一位 来比一比 在我们同框的情况下 到底谁更漂亮 那我要选的就是 彭飞鸣 飞鸣 你来选择答题模式吧 你是个急性的喜剧演员 那你就让我想起有一部电影叫阿甘正传 阿甘的妈妈跟阿甘说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 那谁也不知道下一题谁抢到 所以我选抢答 来吧 两位抢答 请准备 我二位 邱剑 人连